好 我們希望美國呢 希望台海 東海跟南海呢 有一些挑釋的狀態 那現在包括了什麼 台灣啊 還有菲律賓 都看起來蠻想要 跟著中國對撞嘛 那菲律賓的部分我們來看到 欸 怎麼那麼誇張啦 連這個網子都要偷 這個是菲律賓仁愛礁坐攤的 這個軍艦人員被拍到了 竟然偷竊中國到了漁民的漁網 怎麼會窮到連漁網都要偷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相關的報導好嗎 多段視頻及圖片顯示 兩天內閒號為57的 馬德雷山號菲律賓軍艦 派出3批5艘橡皮艇破壞 並偷走中國漁民的漁網 並將數段總長近200米的漁網 運送至菲律賓軍艦 接到報警後 中方海警第一時間抵達市方海域 並將繼續向非方追逃 我漁民被盜漁網 自5月15日以來 非方人員多次對中國漁民 所放漁網實施破壞 據統計遭破壞的漁網 總長已超2000米 其中多張漁網被切割 有超過百米的漁網被盜走 並拉到了非方非法坐攤軍艦 6月2日中國海警 在依法依歸應對時 遭非方馬德雷山號艦上人員槍指 哎 將軍怎麼看 菲律賓又來了 菲律賓的話 它就是因為有美國撐腰 它有恃無恐變成這樣 那剛好馬德雷山號 它上面有很亂對 它有橡皮艇 下面一出來就是把附近的 在這個仁愛礁的這個 漁網 中國大陸漁民所布的漁網 就把它切斷 或把它拿走 變成這個樣 那我認為它這樣的話 它好像說它的聲張 它的菲律賓認為它聲張的主權 我認為這個東西要協調 比較重要 要協調 我認為不是在那邊蠻幹 因為蠻幹的話 會造成局勢的升高 因為這些漁民捕魚 全粹是經濟行為 它沒有任何的這個主權聲張 或者說這個它要去 這個是具有無力 因為這個都是重疊的經濟海域 經濟海域是200海里 所以都要彼此互相尊重 那互相尊重 那如果是這個有越界或怎麼樣 大家有這個 我們叫漁權糾紛 那漁權糾紛大家來檢討 來開會來檢討 是要這個樣 而不是就要把它破壞 那這樣的話 如果中國大陸那個強勢呢 強勢執法怎麼辦 因為它要保障這些漁民的 海上生計的安全 它就過來嘗試執法 但是問題是 菲律賓拿著槍在那邊 駕到這個海警船 還否認 對 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造成這個局勢的升高 我認為都會這樣的 當然菲律賓現在有美國在那邊做靠山 但是想到那個 那萬一局勢升高的話 菲律賓會不會變成 被壓到這個前線去了 會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都認為很多事情要從大格局來考量 不是從小資結 有時候因為小資結會因小而失大 我認為這個要從戰略的層面來考量 而不是從戰術或戰鬥的這種 這種小的伎倆 去做這些小動作 對啊 所以菲律賓你要思考一下 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這個俄羅斯這麼大的國家 美國不敢對他直面對撞 那中國大陸比俄羅斯更強 中國大陸的底氣更強 所以美國敢跟中國大陸開戰嗎 中國大陸針對南海這個局勢 是在忍讓你 但是董軍之前也說 我們的忍讓 不會是永遠永無止境的 你不要太超過 中國大陸真的動起來 美國你會幫忙嗎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問號 尤其美國想要在菲律賓 射中島 俄羅斯這邊底氣很足 他說 哎呀 美國 你如果在歐洲或亞太部署中島 我們也會核威著這個領域 意思就是你要來對不對 你要來亞洲 我們就給你布一個相關的核武器 在你家附近 那說到了美國很擔心的什麼 附近有什麼 有古巴 委內瑞拉 然後最近拉美很多國家 還有呢這個古巴 委內瑞拉 官員紛紛訪問中國大陸 巴西副總統來 委內瑞拉外長來了 古巴外長來了 包括呢 韓正啊 會去參與呢 中國大陸跟巴西的會談 然後呢 這也是中委建交50週年慶祝活動 另外古巴呢 也要對雙邊有興趣的相關議題 要交換 條件跟意見 對 這個 這個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講的就是美國 如果部署中島 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堤峰飛彈 那個堤峰這個中島 它的有效射程是2500公里 那2500公里 如果是佈在菲律賓 那是沒有 因為它最遠涵涵到北京 還有就是山東半島 就是最遠2500公里 從呂頌島來拉 那但是它如果是部署在 那個我們講日本或者是阿拉斯加 那就從中島就已經涵涵了 整個就涵涵涵涵涵涵土了 那這樣的話 俄羅斯可能會有一些動作 我就講到那它會核危者 因為俄羅斯是世界上第一大核武大國 那還略對美國的核武的數量 不管戰略核武跟戰術核武 俄羅斯都略勝一籌 那這樣的話 會造成一個我們講到的 古巴危機 古巴危機第二版 第二版 對 第二版 因為 劣殺紅色十月 都有類似這種危機 那時候我們叫做古巴危機 那時候是甘乃迪當總統 所以我都認為這個 這個步行中島 我認為有必要 不是從純軍師面考量 要從政治面來考量 對啊 是啊 所以你來布這個中程導彈 但是中國大陸其實跟俄羅斯 也可以合作在美國家門口 布一個古巴危機2.0 尤其是美國長期都是對古巴 委內瑞拉都有制裁等等 所以現在古巴 也看到了這個機會 跟中國大陸要靠近一點 經濟上的往來 那更別說 古巴跟委內瑞拉 離美國真的很近 其實中國大陸 真的也不見得 真的會在古巴 委內瑞拉 設這個中程導彈 但是俄羅斯不一定 俄羅斯會玩真的 如果是古巴跟委內瑞拉 這邊 其實對美國威懾更大 對 這三個國家各有特色 第一個巴西是 南美洲最大國家 巴西的領土 八百多萬平方公里 是佔整個南美洲的二分之一 其他的九個國家 你們分剩下二分之一 它一個國家 所以它舉足群眾 是兩億多人 這是非常大的國家 而且不管是 農特產 農特產是非常多的 那委內瑞拉產石油 對 委內瑞拉產石油的話 中國大陸需要石油 很需要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看 這個委內瑞拉的外長 也到中國大陸 是這樣子 因為中國大陸需要他人員 然後委內瑞拉 他需要市場 對 一個是需要人員 一個是需要市場 兩個剛好打上 互補啊 注意看它兩個 都有一個重要考量 另外有古巴 古巴是距離美國 最近的中美洲國家 加勒比海嘛 因為加勒比海 我以前也去過加勒比海 非常近 對美國來看 是有戰略跟戰術的價值 那如果是變成前進基地 那古巴危機 俄羅斯那時候 不是就前進基地 是啊 那將來有沒有可能 因為跟古巴跟俄羅斯 有一點這個軍事上的互動 或跟中國大陸 有更緊密的軍事上的合作 那會對美國 會不會產生一些戰略跡腳 戰略牽制 我認為都有可能 因為就那麼近 而且現在的武器 射程越來越精準 然後射程也越來越大 那這越遠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會不會造成一個 對美國在加勒比亞 有個戰略牽制 那都有可能 而且古巴的 它的命積啊 11萬平方公里 也蠻大的 不要看它是一個島國 但是是台灣的三 三個台灣那麼大 所以古巴在 在那個 如果是被俄羅斯 作為一個前進基地 那會對 美國來看也是一個 軍事上的威脅 對啊 當然是軍事上的威脅 尤其中國大陸的 東風系列導彈 非常非常的強大 那高超音速等等 你根本就 攔也攔不到 所以呢 你真的很要 這個炒作所謂的 菲律賓牌 中國大陸也不是美招 所以剛剛不斷提醒 古巴跟委內瑞拉 都是一張牌 另外再來看到 美國自己也認慫了嗎 譬如說 中國大陸造艦能力 造軍艦能力 還有造軍機能力 真的是太強了 因為中國製造速度很快 所以美國之前 前印太司令 阿基里諾 之前在國會有聽證會 他就提到 中國大陸很快 就會成為世界上 最大的空軍 然後五角大樓 2023年 中國大陸軍力報告也提到 中國大陸海空軍 超過3150架的軍機 但還不含 教練機跟無人機 但他也提到 美國空軍規模有 4000架左右 不過呢 美國是全球部署嘛 中國大陸就自己家門口 他又沒有在全世界 放這些3000多架的飛機 所以呢 中國大陸早就有地主優勢 好 另外再來看到 專家也分析 殲20年產是100多架 供中國大陸使用而已 他又沒有出售嘛 然後呢 F35年大概是產135架 但是670架是要給盟友的 所以呢 將軍怎麼看 中國大陸是第一大的空軍 另外呢 還有呢 再看到是他的這個 飛機造艦很快 殲20也不斷要魔改啊 包括了電戰系統啦 還有呢 向量控制系統啊 以及無人聊機的操控啊等等 對 那我們可以看出來 因為 中國大陸他的造機的速度 以前我們講的造件速度蠻快的 造機速度也慢慢變快 因為現在是 3D列印 現在是AI 有些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組建的工廠 他是那個機器人在那邊組建 對 但是又慣性的 這個什麼上什麼 這個是機器人 第三個我們知道 他這個模組化之後 換得非常快速 而且他四選統一 美國做一架飛機 不管洛德星的馬鈴公司 或什麼 他發動機是另外一家公司的 雷達是雷神的 雷神公司的 然後這個 他整個抑壓伺服器 又是另外一家 他要去組合這些合約商 所以造成他的造機的速度就變慢了 因為每一架合約商都有 做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我這個東西我不釋出 不要給你 那你就這樣子 每一個都有 那你這個 這個洛德星的馬鈴公司 它是造飛機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好多 好多這些 這些合約商來 衛星工廠 對它做零件的公補 那不是每一個都到位啊 結果你缺了一個 這架飛機就出不來 是這樣子造成它呢 它的這個合約商 造機的速度就慢了 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美國做了 這個F35 它不是光自己用 這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要 日本也要 韓國也要 新加坡也要 澳大利亞也要 那它都要 那包含 那土耳其也開過說 需要買這個F35 都有講 包含印度也曾經開 甚至包含亞洲的那個 那個泰國 它也開F35它有要 都這樣 你看那麼多 那換句話說 美國能夠自己留用的 那就少了 當然它外銷到世界 各國的話 造成它的F35的單價成本 因為這個經濟報酬規模 會比較便宜 也會降 但是問題是 美國的工資還是貴 所以F35它的 整個體的單價還是高 對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美國它的 它的工業結構 還有它的牢基法 還有它的薪資的 這種薪資的成本 的考量 所以美國在這方面 有很多的 這個複雜的因素 牽制到它 這個造機的這些速度 那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 相對的是它一體化 那視權統一 所以它的速度會比較快 對 所以這也是彎道或換道超車 所以也可以凸顯出 中國大陸在這個領域 造飛機的速度比美國快 而且我們剛才說到殲20 目前是沒有外銷 但是有另外一款殲31 FC31 是有機會外銷的 尤其在今年初的時候 可以看到沙特房展 就有殲31的模型出來了 最近引發了 中國大陸跟美國 引發討論的是什麼 因為網路上流傳這一個 也就是殲31原型的 照片越來越清晰了 跟殲35有明顯不同的特質 殲35是艦載的 那殲31是空軍所使用的 是一個是空軍 一個是海軍所使用 所以不太一樣 那這個把它對比 你會比較清楚 上面你可以看到 殲31的機翼的面積 跟下面這個海軍版 有沒有發現 這個空軍版的機翼比較小 海軍版的機翼會比較大 那是什麼原因呢 難看到美國也是如此 F35A跟F35C 可以看到F35C呢 海軍版的會比較大 比這個空軍版的 還要機翼小一點點 對 因為機翼越大 生力越好 因為它一負荷會越低 一負荷越低 它的這個 我們講的生力會越棒 生力越棒的狀況之下 尤其如果航空母艦 它這個如果進場 最後進場的速度 因為它有生力 它的尺度速度 翅膀越大 尺度速度越低 越低的話 進場速度就越小 你這樣好控制 好側掌進去 如果你翅膀很短的話 你速度好快 那對那個 要對那個 航空母艦的跑道 看燈號 或者晚上夜航的時候 要參考那個燈 你速度很快 時間很短 你飛行員的充電就高了 所以我們看 洛艦美國的 殲35C F35C 美國的F35C 因為它是航空母艦的 彈射起來的 所以它這翅膀就比較大了 美國35A 空軍用 F35A相對比較小 為什麼 那個陸地那個 跑道那個可長的 3000公尺 夠長的吧 但是問題是 那個F35C 就是那麼短短的 要落 要起飛 就是這樣 那我需要的是生力 生力重要 那翅膀做大一點 生力就大一點 當然生力 一附和小 也相對的 飛機操縱性能比較棒 我以前飛腰動式 翅膀好短 好像飛火箭一樣 飛飛彈 因為那個進場速度好大 我們如果那個油量還多的時候 進場速度200海里 380公里 那好快 那個根本車長 五邊還來不及 趕快就進去 而且也保持速度 你如果速度沒有上 立刻時速 它有個時速做迴旋 因為它是高水平尾 馬上就一個上仰70度之後 立刻時速下墜 給解不出來 這個時候 人跳船就來不及了 OK 是非常危險 好 那今天是如果航空母艦 我翅膀大一點 進場速度就比較慢 比較平平穩穩 視頻慢 航空母艦再加上 它向前的向量 加上它還有相對風 它這樣操作就比較盼 比較好測場 好測場 時間量比較大 比較長 它可以很餘裕的控制 然後落下去 同樣我們從來看 另外它起飛階段 它是電磁彈射起飛 因為殲-31是電磁彈射 殲-35是空軍用 殲-35是航空母艦用 殲-35是航空母艦用 所以它要彈射 它要彈射 一彈射的時候 一彈射 它馬上離開甲板的時候 這殲-35 身體馬上就要來 如果翅膀很短 我身體還不夠 維持我的飛機的重量 因為這時候 我正是在彈射起飛 殲-35彈射起飛 油量最重 滿滿的 下面還有武器掛載 那這個武器掛載又最重 結果我翅膀又小 我根本還沒有到達 雖然有彈射幫我彈出來 但是問題是 你一開始加板之後 太重了 要靠自己的推力 可能還沒有辦法維持 會下墜 這次就危險了 但是我翅膀大 一彈出去的 倒到這個數量 我已經夠了 所以殲-35弱箭 你注意看 它的翅膀會大一點 翅膀會大一點 所以剛剛為什麼要特別比較 一個是空軍版 翅膀就沒那麼大 然後海軍版的艦載機 它的機翼就會大一點點 另外將軍講到一個重點 彈射起飛 所以也跟它的起落架也不一樣 尤其來看到 這個起落架的部分 如果是殲-35 是因為它是航母的 它要彈射 還有雙的前輪的設計 然後殲-31它是單輪的 所以這個看起來也是不一樣 因此就是講大白話 就是這張照片 就是跟我們以前看到的 殲-35不一樣 它是空軍版的殲-31 那為什麼要分析這些 就是呢 其實很多國家 也在想要買殲-31吧 對 那殲-31它可能有外銷版 那就是外銷 因為航空母艦只有 那個電磁彈射 只有中國大陸 所以殲-35就是賣自己 那殲-31有兩種 一個外銷版 一個制衣版 美國其實也是這樣 它有外銷版 美國賣飛機給別人 它有自己本土版 因為加張的相關的配備 跟賣外銷的不一樣 有些配備 本土版比較完整 因為它有些機密件 那外銷版 它是有些 是把它簡化了 是這個樣 所以我們來看 這是裡面是有貓咪的 那殲-35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為什麼殲-35 第一個 如果是不是殲-35 看鼻輪 兩個 那就是殲-35 一個那殲-31 兩個 另外一個還有一個看 看它拐背 我們講到它有個拐背 斜拐背 這個拐背是要 電磁彈射的時候 它的強化 這個拐背是連到鼻輪 就是我們講到彈射器裝置 跟龍骨結著 因為你彈射的時候 力量是在龍骨上面 OK 你不能弄它蒙皮 那個皮那個結構是很脆弱的 龍骨 所以這個拐背特別粗 你注意看 它拐背特別粗 一彈出去 美國的超級大防風 美國的那個 我們講到的F35C 你注意看 它的拐背那麼粗 為什麼 因為它的受力 電磁彈射跟精進彈射 都在這個 磁力在這上面 斜的 斜的拐背 我們可以看出 是艦載機還是空軍用的 一看到拐背就知道 對 那為什麼 中國大陸武器現在 為什麼那麼多人 也想要殲-31 是不是它性能也是不錯 因為它逆中 它逆中 而且如果是外銷版的話 它殲-20自己留到一手吧 對啊 殲-20不賣 對 然後殲-31它可以考量 對 那殲-31的話 它的這些相關的機密的等級 相關的就會比較降等 因為自己的王牌 自己的底牌 還有自己的 我們講到的 自己的那個殺手劍 不要輕易就漏出去 因為漏出去之後 那將來打仗的時候 別人把這些參數都拿去了 那將來會自己會吃虧 所以一定都外銷的 十之八九 都是降級吧 是 那同樣都降級 因為美國出售給別人 也會降級 中國大陸也會降級 但是我們之前也提到過 殲-35跟美國F-35 或者是大黃蜂 或F-22相比的話 它其實有後發優勢 比如說它的雷達 比較先進 它的導彈放霹靂15 要射得比你遠 所以殲-31 為什麼引發討論 是不是因為它有後發的優勢 對 後發 因為後發 會把捷運的 別人的優點都拿下來 別人的缺點 剛好利用再改 我們都知道 後發有後發優勢 因為看別人的 你可以把別人做拆解 車子也是一樣 手機也是一樣 電腦也是一樣 一拆解之後 別人的優勢是幾項就知道 但是別人這個 好像速度比較慢 這個好像佔的體積太大 做個修正 後發優勢 彎道超車就是這個道理 那我們知道這個F35 美國的F35已經出來20多年了 對 那中國大陸的殲-31 殲-20 我們先看殲-20 中國大陸殲-20也出來 只不過2012年的時候 剛剛開始才出來原型機而已 也只不過還不到 只不過10年而已 對 已經在美國F35之後的10年了 對 這樣的話是不是有後發優勢 而且知道我們越做 我們手機功能越來越多 儲量越來越大 但是感覺手機還越來越薄 是這個意思 因為不同科技力學 因為不同科技力學 因為你那時候第一次買的時候 60奈米 你現在買的時候是7奈米 那當然就是越來越小 對 越來越小 那時候越來越負責公司 但是記憶體 記憶容量 越來越大 是這個樣 對啊 所以美國才會F35 被說升級有問題了 搞得洛德西的馬丁 他的停車場放了好多 都還沒有升級好的這個F35 相反的中國大陸呢 因為我是後發優勢 後發先制 導致呢 我的什麼東西都比你好 更加科技 雷達比你更先進 看得遠 然後我的武器空空導彈又比你強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大家搶著買殲31呢 也是有後發優勢 太陽系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系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